胡椒迷失陳國欣 被指控救世狼師 十多天並不見面 在9號遭檢調約談 到台南地檢署說明 台北的住處也遭到搜索 陳國欣訓後被請回 檢方雙管旗下 持續聯絡女作家的家屬 除了約談陳國欣跟家屬 89年前兩人一起上過課的補習班 也是檢方找線索的關鍵地點 武器班的同學 他們的老師是有相關的人 但陳國欣一直聲明 以發熱烈討論 他卸政民國98年2月 女作家還是高三學生 兩人只有課堂上見面 沒私下來往 一直在女作家16歲之後才認識 又說頭年8月 女作家上台北 彼此無師生關係時 才開始交往兩個多月 也規避掉師生戀 畢業之後 準備上大學的這兩個月 有交往 顯然是有要規避刑法 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的一個嫌疑 但網友鍵盤辦案 發現早在一號就有人 自稱知情人士在PTT貼文 說陳國欣跟女作家是婚外情 但不是16歲 是在上大學之前 女作家主動約陳老師去看展 而發展戀情 時間點跟聲明一樣 另外也指出 女作家的病狀 是課業壓力導致 被家人所逼分手 1號的貼文 跟陳國欣9號的聲明 情節多處雷同 被網友懷疑 這該不是本人在撲梗吧 目前陳國欣已經出面 接受調查 外界更盼望 女作家的家人 提供更多線索 讓檢方拼湊原貌 找出答案 檢南部最後報導